3月18日大型史诗级舞台剧招军出赛 发布会在京举行 该剧是李渔刚折服三年的诚心之作 集结了方文山 常石磊 叶景天等国内一流的制作团队 精心打造的一场文学与视觉并济的文化盛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布会当天 周杰伦的御用写词人方文山也来到现场 亲自为李渔刚写词 方文山台直言 常常扮女装演唱的李渔刚 在他心里可是女神级人物 在音乐上 杰伦 那是男神 那我觉得李渔刚是女神 音乐圈的女神 这方文山的女神要唱舞台剧 可她的男神最近却负面新闻不断 前段时间周杰伦办婚礼 没邀请吴宗憲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吴宗憲更是跟媒体抱怨周杰伦的种种不适 作为周杰伦的多年好友 方文山却只字不提 这个跟今天的 对啊 就有点离题的 我们招军出赛 对啊 我不知道 3月18日大型史诗级舞台剧 招军出赛 发布会在京举行 该剧是李渔刚 折服三年的诚心之作 集结了方文山 常石磊 叶锦天等国内一流的制作团队 精心打造的一场 文学与视觉并济的文化 这方文山的女神要唱舞台剧 可她的男神最近却负面新闻不断 前段时间周杰伦办婚礼 没邀请吴宗憲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吴宗憲更是跟媒体抱怨周杰伦的种种不适 作为周杰伦的多年好友 发布会当天周杰伦的御用写词人方文山也来到现场 亲自为李渔刚写词 方文山台之言 常常扮女装演唱的李渔刚 在她心里可是女神级人物 在音乐上的杰伦对来讲是男神 男神 那我觉得李渔刚真的女神 谢谢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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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飞不禁 悄意 或不占 圆舞 发布会当天周杰伦的御用写词人方文山也来到现场 亲自为李玉刚写词 方文山台直言 常常扮女装演唱的李玉刚 在他心里可是女神级人物 在音乐上 杰伦 那我觉得玉刚是女神 音乐圈的女神 不是感情上 这方文山的女神要唱舞台剧 可他的男神最近却负面新闻不断 前段时间周杰伦办婚礼 没邀请吴宗憲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吴宗憲更是跟媒体抱怨周杰伦的种种不适 作为周杰伦的多年好友 方文山却只字不提 这个跟今天的 对啊就有点离题的 我们周杰出赛 对啊 我不知道 3月18日大型史诗级舞台剧 招军出赛 发布会在京举行 该剧是李玉刚折服三年的诚心之作 集结了方文山 常石磊 叶景天等国内一流的制作团队 精心打造的一场 文学与视觉并济的文化 这方文山的女神要唱舞台剧 可她的男神最近却负面新闻不断 前段时间周杰伦办婚礼 没邀请吴宗憲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吴宗憲更是跟媒体抱怨周杰伦的种种不适 作为周杰伦的多年好友 发布会当天 周杰伦的御用写词人方文山也来到现场 亲自为李玉刚写词 方文山台直言 常常扮女装演唱的李玉刚 在她心里可是女神级人物 在音乐上 杰伦 对 那是男神 那我觉得玉刚是女神 谢谢